差不多啦 是從我們Wikita的存在的時候 你就在了 也是元老之一喔 那他一直以來就 從我們有在探討這個P字編輯的一個工具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嘗試使用這個P字編輯 來協助補足一些台灣的資料 那我們在35分的時候正式開始好了 好那預告一下35分到12點是新手編輯工具箱 那12點到12點35是我們今年的這個GDB提案 因為剛剛新朋友滿多的 那我們12點到12點35是今年GDB的獲獎提案 大俄小希奇都中 那他們會來分享他們如何去應用Wikidata 也是目前Wikidata在台灣的少數應用案例 那大家有機會可以留下來聽 那我們中間都是彈性休息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上廁所或是用這些東西的話 那就是自由出入 那不要造成太大影響 那我們就歡迎這場的講者 大家好 然後這場要講的是一個Wikidata的新手編輯工具箱 我去講 然後本來是紅腰 網路上的一層就是那個Painway 然後我上面有輸入那個那個那個版本的Painway 然後其實在那個大會的一層也進去看去 有一個紅色編輯工具箱 然後我們把一個簡報給放上去 那我們大概321吧 接下來 今天講的大概有說 一開始為什麼要編輯那個Wikidata 然後接下來就是講新手編輯工具箱 像Vis Lemon的一個介紹 然後最後就是因為新手的話會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我會做一些資料的探索 最後就是一些問題來處理 來應該請問他別緊了 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在那個網路的搜尋引擎 輸入一次裡面的話 會出現他的個人的基本資料 還有他的參與演出的一些問題 然後另外就是比方說 我們那個意思是說 我們輸入台北到高雄的距離 然後搜尋引擎就直接給你一個 一個直接的答案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是說 比方說我輸入星巴黄女朋友 然後搜尋引擎就直接告訴你答案 就是那那那那 那其實因為在傳統的問答系統 它可能是透過文字比對華式 就是說比方說星巴黄的女朋友 它其實在段落中出現的星巴黄 或是女朋友這兩個字 透過概念 比如說我們建議一個 我們之間的概念之間的管理 才要把他直接知道的答案 就是 然後就跟那個軟體沒有關係 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描述 概念跟概念之間的關係 然後接下來我們接下來的工具 想說 它可以透過試算表軟體 可以很快速的 新增或刪除VP data的資料 然後也可以做P4的處理 像 它可以試TAP按鍵 因為像 在那個計算表軟體 直接尋個範圍 它就是一個TAP按鍵 建的軟位子 大概你也可以把它匯出成一個C型 大概就是一個 肉化建的軟位子 像我這邊就是先 一開始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一開始去查詢 台灣武器的一個條目 那其他的結果 可以看到說 就是 會有夾雜英文的 或者是中文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 編輯的目的是 去增加中文的 中文的秒數 那像剛剛 剛剛的查詢的語法就是 整個念寫 就是我們在這邊有一個 英規矩 然後ZFDN 它如果說ZF就是中文沒有的話 它就插雜英文 其實它是有順序性的 那剛剛 在第一場剛才有提到 就是 在維基數據上 就是可以看到 不同語言的 標籤 描述 還有就是 一層很便宜的樣子 然後 這邊有列一個 語言代碼 像我剛剛那個 字眼群跟DN 它有各式代表 另一個人是中文 然後 台灣人的話 主要是用ZTAP 那還有其他 就是不同 維基媒體專案 就是會使用不同的 語言 或是 語言語 等等 那所以 我們就剛剛 我們手上 你們 簡單一題這樣 是夾雜中文的英文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的目的 就是 找到 缺乏中文描述的 條目 然後再把 中文給 上去 然後 我們會使用到 就是 正規表示器 然後 因為我們 預期這場就是 比較不會形成式的 就是會 CROD等等 所以我可以 稍微講一下 正規表示器 這邊 就是中文號 的話起來就是 一個字面放的 表明這邊的例子 就是說 中文號 然後小寫A 到小寫A Z就是指說 一到Z 方圍 之間的一個 自傳 然後 加號 它就代表 至少出現一次 所以 A加號 就代表 它符合 就是A 至少要出現一次 在這個字串裡面 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大家知道 就是有大小寫螢幕 然後 你說它會有 間隔控板 或是一個 一個 所以 它的規程 就是中文號 放起來 然後 小寫A到小寫Z 還有 大寫A到 大寫Z 然後 滿寫Z H4 空白一次 然後有夠號 然後中文號 最後一個記號 是至少要出現一次 可以 看到就是 我們要找到英文 可以 間接 達到 我們要找 需要處理一種文文的 然後 還有一個 教學鏈達 然後我們要就是為了要補個利益大使用 藉由來提出文章 就提到這個FibroOffice一個試算表我來提 然後其他本身有個證證表是四函數 一個四函數 然後這邊有列的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規則 就是這串就是說 如果細部屬成的包含的英文 控的或多號就會回傳 符合這個規則的字串 如果沒有符合規則的話 它就會回傳一個NA的一個訊息 那下面其實就有不同的表示法 然後如果說你比較喜歡橘色的一段規模的話 也可以使用那個Match的函數 然後就是另外一種寫法 所以就直接就是中文在英文庫的放 最後我們在 裏上就是中文的一個描述 看一下 接下來繼續講 然後就是Wing Data有不同資料類型 像剛剛有提到三元組 就是每個層數它會包含entity, property,還有revalu 像entity的話它可能是項目, property property的話它可能是 不同item之間一個分類關係 然後是一些磁性 它就想說 詞彙、詞型還有排譯 像picky data它只能不使用名稱嘛 因為想說精神武的話 它可能會有讀成精神武跟融合精神 所以我們會需要給它一個 讀它的式尼碼去辨識哪個CZ 還有排譯之間的基層 所以就是一個Q310252的基層 那product的題話就可以 我們可以給它解釋 是一個資料的類型 就說比如說 機械社的職業是一個名 那職業 這個我們自己就是一個product 然後它職業的可能 其中一個職業是一個人 那以為是一個value 那它也可以是一個 或者是一個自傳 或者是一個鞋 或者是一個地理座標 或者是一個量級 那所以我們 這次上面有一個表紙 就是entery property 每一個quit 就是正宗精神武 然後職業還有演員 這邊提到一個CSV的賄賂翻例 就是待會我們到 Chris Damon去輸入了一個CSV的Nano 然後這邊就 再相機展開它匯入的可視 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那個 Wikidata有一個 這個視頻嘛 它是幾個條目 就是 反送P1234 它一把 部分它講說 我們要設定這個entity 它的property 的value 去信項 在這邊 有一個例子 就是 就是一個補給的內容 是一個entity 然後 它property 是遺產的部位 然後 它value 這是一個 直下式的施定谷記 因為它在 Chris Damon 它可以設定就是 這個 條目的標籤 平常說 或者是一個b-1-0 然後 或者是3-0 那像 它的 運法是l-1 就是l-1 代表revel 然後 en是它的 代碼 所以平常說 在這個例子當中 要設定 台灣軍施定 這個 谷記的 標籤 然後是指那個 譬如說 中文台灣是 LZ 踢到的 原代碼的標籤 就 那這一串的話 它反對變成是 原台灣軍施定 這個 可能是 property 然後 整個是那個item 然後 tab 鍵 然後就是 label 大寫跟 原代碼之間 然後 tab按鍵 然後就 直到那個 就是 設定 這個item的標籤是什麼 那類似的方式就是 push 它就是第一個 自大型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 語言代碼 這邊設定語法 台灣的 比方說我們要設定 毛毛層 這個item的那個 中文台灣的語言代碼 對 描述是什麼 手則是會 在這邊 有一個 語法的翻譯就是 毛層 就是 它的 失眠 Q7 307 7 tab鍵按 空格 鍵格 然後 後面加一個 原代碼 直接去 提到 tab鍵 然後再加上 我們要加上去的 中秒數 就是 創意號框起來 是位於台灣 新北西代主義的 機 另外就是 還有一個 alias 就是一個給你 它也是很類似的方式 就是A開頭 alias 然後後面接個 原代碼 那如果是台灣號 它就是 A 剛提到 然後這邊就 跳過 那 就是有時候 我們會做 就是 補習媒體 機會的 補足領面的參照 那 因為 因為台灣 軍心部隊補習在 補習百分 它已經有個A面了 所以我們 就會 它就會 X-Sort 搭型 然後 E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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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列了 機部統領 微信媒體專案的 一個 一個 三連鏈級的 三連鏈級的 精神 然後說 中文微信版 包括 就是 中文 中文電話 你可以用classical 的VT 所以就是 原唐人區 就是 Q10 911 383 然後你 Table鍵的間隔 然後你要連結到 中文維習百科 就是 S大寫 然後 ZHVT 就是 這邊的 Site ID 然後 Table鍵 然後 指向 就是 中文維習百科的 驗證的名稱 這邊的話 就是 你要針對 你們 AVT再加上 參考的處處 就是 寬量的方式 就是 S大寫 然後 後面加1234 就是 你要參照的來源 它其實是 也是一個 P 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 有個例子說 這個 武器 原台灣軍事 進入Q10911383的 第五座標的 這要來源是 中文維習百科上面的 精緯度 然後 就是在原本的 就是 一開始是設定 P6 254 精緯度嘛 然後這邊是 我們要設定的 精緯度 然後最後 那後面在街上 就是 那個 它的Source 是 S143 然後 Table鍵 再到中文 一般就是 Q30和 39 就是 原本的 三元組的資料 再後面再加上 Table再加上 Table 再加上 Table 跟Vari 就是一個 這個 這的話 就是 乘數加上 限定詞的方式 就是說 你可以加上 無限次的 Pable 跟Vari 那 使用時間發 像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Vari 台灣建築的資料來源 它有時候可能是 世界的 其實 跟技術時間 講說 聖 就是大部分的 其實跟結束的時間 或者是 人類的 蘇生日期 或是 使用日期 這邊會提到 就是 台灣建築的部分 就是 像我們剛剛有設定的 主機的精緯度 它其實它會使用 台灣建築的 其次 另外就是 雅草運用的 就是 OSN的關係識別 就是 當你設定 比如說 做華民國的 OSN的關係識別 是 144920 它就會連到 OSN的 網站 然後去 畫出 台灣的 地理將界 然後 實際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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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 給大家 Chris Davins 然後 登錄 WeekMedia專案的 帳號 然後再收入指定 最重要的是 最近在 預覽效果的時候 其實的話 要記得大家 做修正 不是朋友 必要的話 就是要撤回 你們的修改 接下來 就是因為 像在 編輯 WeekMedia的時候 會 新手會採用 給你帶個問題 問題是說 你不知道要 使用什麼樣的 或是 不知道要去做 這兩個本類 這邊用 就是 我列出了 台灣武器 常常使用的 跑分題 然後 再去查詢完之後 然後 我們讓那個 上一台我提到 就是 WeekMedia它的 然後 我們就是 查詢 在台灣 我記得 那個 的 Pockety 然後列出來 並且 就是把它的 這邊做一個欄位 就是 就是 把那個 Pockety 出現的 次數 再做一個 技次 技術 就算它出現數量 然後再做一個 收聽 就是 以 常使用的到 比較少使用的 然後這邊它 因為其實 後來翻譯有 一些 一些重複資料 比如說 P341 它自己有兩種的 方式 然後看一下網路上來 我會去取這個 這個 顯示的網址 的資料 然後 這邊就是 剛剛就是 比如說 結果這邊會有下載 然後下載一個 CSD的檔案 然後 再丟到一個 CSD的上面去 所以 就是 剛剛有 Propety 然後 還有 出現的次數 然後這邊 稍微做一個 網址的修改 因為 原本它這個 這邊的 這邊的 網址它會做一個 轉向 所以我想說 我就 不要做轉向 我就直接去到 那個 然後再用 CSD 還有一個 抓網址 的 按一個 還用 漸 норм的人 然後接 這裡是 C C Bart 等一下 已經幫š大家記住了 然後 另外一個 便是指 ix pastry 克лей 然後 調 deadline 網頁的標籤 那這邊有個小秘訣 因為他這邊一開始就是 就是他 預設他抓的就是英文的標籤 然後英文很難清楚 所以我們要把他改成裡面 是去抓周五的標籤 那他就是在那個 在網址上 他會有一個問號 然後 UserLanguage 可以fetch 然後他才會去抓到那個 網址的周五標籤 然後我們再回到網址 然後這就是剛剛那個解禮 然後這資料水理上 就是我們可以稍微 就是一開始要為了列印 資料床複訪 所以我們會選 這個 POPPE 然後1-PE 的網址 然後接下來 我們會使用到 路口區的 report xl 然後 他的 用法就是 這邊是 7路 手指 然後後面 這邊是一個 x-test 規則 就是剛剛 開頭 所以找到 一個網址的 開頭 標籤 然後 就可以顯示 標籤 所以他會加一個 U-Stackridge 等於 Dage 剛剛提到 才會去到我們要的重點 標題 好 像 這邊有個大區就是 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家自己做 就是 因為像我們剛剛用前 那個古蹟其實是指 那個 就是 例子遺跡 但是 你剛剛沒有提及 它上面有一種 因為一種古蹟它則是 非國資法 所指定的 四例古蹟等等的 分離期 但其實你們可以去 研究一下 講說 這兩種的古蹟的 常見 常用的 差異在哪裡 然後 另外一個 一個應用的方式 是說 應該區分不同國家 真正實體的 跨本的差異 好像說 中華民國 河流 他常使用的 跨本 跟 中國大陸 他 中國 他所常使用的 河流的跨本 這兩個 才異失守 因為之前我聽 那個 就是 國犯的分享 就是 他們的水分的資料 可能就是 標註的比較詳細 讓你可以 不相對照 你看 到底 拆打 另外一個 就是 新手堂 跟命名 是說 不知道 牆木要使用怎樣的分類 然後 這邊是 有一個例子 就是 我們想要知道 音樂產業 他的上級分類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實際的 他 就是 他 預測是用 圖 圖來顯示 就是 非常的 因為 他那個接電數量太多了 然後 像 他 預測是 規模 然後 我們這邊 可以把它切換起來 是 Table 就會相對 比較好去圓 然後 然後 他 最美筆之外 就是 比如說 條路門還有上級分類 是這樣子 非常有結構性的方式 那我們 可以把它換到 電話的Future Table 好 就跟剛剛我們相對的 很好的一句 就是 嗯 這邊 儘管我們對那個 音樂 音樂 也不是很有概念 那我們 通過這個管理 就可以知道 就是 搖滾樂 他的 旁邊可能會有一個 音類搖滾 或是 重金屬搖滾 然後 因為我們這邊 所設定的一個 好 在這邊 設定一個 節點數量 這邊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設計盤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B.0523 這跟那個 剛剛那個 Wiki Data 的 會員設定是一樣 就是 大爆炸的 就是 就是 回到 一開始 事務場面 以及 Wiki Data 的問題 一樣 就是 一開始不知道 他的資訊的結果是什麼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 可以透過 Wiki Data 的 規律設備 然後再做一下 這個資料處理 就可以比較快速 知道 怎麼去下手 去遇到這個 這個 然後 剛剛那個 學習Table 就是我們的 第九個 放在一個 建筑上 大家可以 再訓練 另外 我再講一下 Face statement 可以遇到一個 新手的問題 很會 找到 有下的命令 就是 Face statement 它可能分成 有兩種的 會不會 黃是一個 是 台北一 以外的 它就是用 Type 鍵按 進的 另外一個是 CSV 鍵按 進的 然後 V-1 這個的話 就可能要注意 就是你的Value 腦位子的前方 要再上 加上 雙尼號 像這邊 就是 衛羽粉 這是 Explosion 然後自己 中文的 Squish 反正衛羽 臺灣性別 是 其中 你再 一切的話 你就是 因為 雙尼號 反正是用 狼座函數一個 客屬符號 所以 如果說 你要再 然後 又要放上 雙尼號 只要把它做 Squish 所以就變成 四次雙尼號 然後 聽起來是很儲 描述 像我之前用Google 訊息的 匯友 發覺 他的雙尼號 會一直增加 他就太聰明了 所以 所以 你可以 然後 再加上 這個雙尼號 你同樣可以達到 就是 前後 再加上 雙尼號 小 如果說 你是選擇 就是 把 CSV 檔案 副字體上 要匯入 到 Wiki V-Steven 就是 你還要檢查 你的內容檔案 更新 然後 其他工具的話 就是 過去的 外貨工具 有空可以過去 阿基 就是有提供一個 不知道在Google 事實上表的外貨 就是一個 方便的查詢 他說 那個檔案的描述 或是 誰要划算幾秒 那 裡面有一個 就是 你可以出入 描述 一個名稱 那方面 一個名稱 然後 可以傳一個 視頻 就是 還蠻好 根本的 然後 然後 就 我們會想說 好 準備 大家有什麼問題 要提供嗎 這邊我講一下 我自己在用這工具的一個 簡單的小行為 就是 我會寫那個 時間 那 他 因為我是用Google Google sheet 寫的 然後他時間的 格式是要用 加 2019 什麼 那 Google會自動把 那個加給 省掉 所以你要記得在前面加一個單一號 就為什麼要那個加的 因為我之前怎麼動怎麼動 就會失敗 那 那個 Wiki在 Wiki Data 如果用Quest Statement 用這個 實踐的話 他有他特殊的格式 大家也 有機會的話 給你們看一下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 沒有的話我們接下來就是 那